刷卡上車 公車是不少人平日仰賴的交通工具 有人上車只盯著窗外發呆 有人一坐下就滑手機 但您注意到了嗎 其實在公車上有規定第一排駕駛後方的位子 以及前面的座位 還有後門第一二排的位子 都是需要系上安全帶的 白底紅字的告示牌就貼在旁邊 上頭清楚寫下請系安全帶五個大字 但再看看車上乘客好像通通沒看見 下就下車了 高速公路比較需要 這個也不太需要 阿伯嘴上說不需要 不過一直到沒系安全帶 可是匯罰1500元 手道士很誠實 急忙把安全帶扣上 其實多數人認為公車很安全 安全帶是多此一舉 公車它本身有立位 坐位的乘客他也會覺得 坐的人他要立安全帶 但是站的人不用 這樣也是蠻奇怪的 公車指定座位系安全帶 是強制性規定 但法規明定到目前 卻沒有開出任何發單 宛如空氣法 民眾也不特別在意 不過公車煞車還是有一定的危險性 一下回答公車還是按照規定 系上安全帶別拿自己的生命 開玩笑 記者陳佳豪 莊立軒台北報導